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種子文化的過程 以及植物的光寵 除了文化時間的變化 很多時候考試都要大家懂得看這幅圖 先幫大家溫習種子文化 通常對於種子來說 最外層的種子 通常文化的時候 杯羹會先開始生出來 其實有什麼心目學的重要性呢? 首先是生長出來 因為羹部和羹毛 主要羹部和羹毛的作用 就是吸水的同時 吸溶在水中的礦物質 以及把植物固定在泥土之中 放在這個位置 幫大家溫習根部和羹毛的功能 接著我們就溫習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看到一幅圖畫 首先是 紫葉會先出 紫葉隨著時間會變綠 而變綠的部分 就會進行光合作製造食物 然後將它製造到的養分 供應給真正樹葉 所以你看到一幅圖畫 後面 你會看到 其實你會看到 紫葉 就會開始 那個體積就會變小 從而你會看到 那塊樹葉就會 越來越大 那樂隊的題目 就會可能會問你 其實紫葉和那塊葉 有什麼分別的 其中一個分別就是 如果是文化之前 形成的那個 其實是那個紫葉來的 OK? 那樂隊要進行 一連串的過程 進行光合作製造食物 供應養分 給樹葉 再進一步的生長 所以 如果是真正的葉 就是文化之後形成的 那樂隊 希望這個部分 能夠幫到大家 去溫解這方面的概念 好了 去到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講那個Graph 那樂隊 光質量 隨著文化時間的改變 你會看到 首先 整棵植物其實是跌的 不斷地跌 但是去到某一個位置 就會升回 整棵植物的光質量 但是去到後期 你會看到 那個紫葉的光質量 是越來越跌的 那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那個紫葉的作用 其實是供應養分 給真正那個樹葉 製造的 所以紫葉 你會看到 那個光質量 在不斷地跌 在下跌的同時 你就會看到 那塊樹葉 其實那個光質量 是不斷地上升的 所以 overall來講 你就會看到 首先 整棵植物 overall來講 是跌的 因為 它用了 子葉儲存裡面 那些的養分 然後 混往 植物的其他部分 例如 葉 根 或者 一個徑步 作為 生長的其中 一些 的養分 而 你就會看到 樹葉的光質量 就會越來越升 OK 而同時 樹葉的質量 越來越升 其實除了 子葉 用了子葉的養分之外 還有另一個 就是 真正的葉 它就會進行光合作 製造成物 所以 去到後期 就會帶動 整棵植物的光質量 不斷地繼續向上升 希望今天 這段影片的講解 能夠幫助到大家 去溫馴整個 種子文化的過程 杯筋 子葉 還有葉 究竟 它們在做什麼 還有 當你去看圖表的時候 知道 會怎樣去看 還有 知道 大家 互相的解釋 希望幫到大家手 拜拜